先做两个小回忆 这个21年春天的时候 有一天跟瑞士银行组织的一个投资者交流会 我在会上做了一定的关于中国车市 尤其是电动车的这个趋势的分享 就有一个外资的基因经理问了个问题 怎么看国际品牌以后在中国的长期的份额 我当时说长期来讲可能只有三成 他就追问我会那么低吗 过去可是有七成 我说几年之内自主品牌就会从三成出头变到七成左右 我认为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然后就有可能保持比较稳定的状态 如果我们看今天的市场 这个分水里已经越来越靠近了 那另一个回顾就是在两个月前 我在小王叔的上海总部跟他们做了个交流 那我当时就谈到中国的合资品牌发生了一个变化 过去这些品牌在中国基本上是一种很整齐划一的策略 大家进来的时间不一样 但所有人都想做大做强 就把车越卖越多 利润越来越高 名声越来越大 但是现在这招显然行不通了 于是就开始有很大的分化 有一派是要留下坚定的继续坚守 继续投资继续战斗 还有一派是其实坚定的要走 嘴上还没说出来 还有一派就是消极的留下 但是不敢再追加投资 不敢再压住 因为有很多的顾虑在静观其变 德国车显然属于在中国汽车市场 国际品牌当中的第一派 他们是要坚定留下的 我就想用两到三期视频 跟大家聊一聊 德国车现在在中国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我准备运用的案例 就是宝马奔驰大众 这些最有代表性的德国品牌 我们这一集首先来聊聊宝马 宝马可以聊的有很多 这集我们专门聊一件事情 就是它的控量保驾 前段时间发过视频 各方面的这种针尖对卖网评论区是打成一片 显示出大家在这个事情上的看法非常不一致 有的人是非常同意我 还有很多人非常反对我 今天我从六个维度来跟大家好好聊聊 控量保驾这件事 第一个角度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情的事实 我打个比方 现在就好像中国汽车行业 这市场是一个年级 这年级中有不同的班 有的班聚焦于低价车 有的班聚焦于中等价位 有的班聚焦于高端一点的车型 宝马恰好就分在快版 跟奔驰 保时捷 蔚来 问界都在一个班里 每个学期就考一次试 上学期的考生纪刚出来 到了期末的时候 宝马说 哎呀太累了 学习太苦了 我不要再卷了 我下学期 下半年我准备放松点 让自己不要那么关注分宿 关注榜单 毕竟榜单现在在行业里 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对不对 这时候就很多人跳出来说 宝马你迟早要玩 宝马你不是不想卷了 是你卷不过了 宝马你说控量保驾 我看你是赔了夫人又折边 最后量不行 价格你也一定守不住 等等等等 好像宝马就要遭遇这个世界末日了 这个一顿一顿 猛如虎 定睛一看 原地处 这宝马的成绩单一发下来 上半年高端车 中国市场销量第一 这就比较讽刺了 人家是学霸 学累了 突然想泡妞了 想谈恋爱了 想看贤书了 想看回忆人者了 总之他就是不想像过去那样卷学习了 他现在主动愿意从第一名让出来 但人家还是班上名列钱包的优等身 这很多人现在对宝马一轮的态度 是不是有点太欺人油田 太过分了 当然我想这宝马也不是万能的 他为什么这时候改变想法 那还是因为形势比人强 环境在变化 客观来讲 他也看到了中国汽车工业的竞争难度 很多本土的高端选手也成长起来了 然后很多人现在对外资的品牌 也有些情绪 有些看法 再加上他客观来讲 在中国区 他已经有一年七十多万的销量 销量已经是非常非常高了 宝马全球一年不就卖二百多万台吗 中国就占了三分之一 对吧 你凡事都有个边际效应 对不对 你姚明涨到两米二流 也没法继续往上涨 所以现在面对更加恶劣和强悍的竞争态势 鱼和熊掌可能难以兼得了 那么在继续追逐销量 保全利润和经营质量当中 宝马从过去两手抓 两手都硬 现在变成了主抓后者前者 适度放松 这就叫控量保价 这有什么问题呢 有的人就说你看宝马七月份 销量你看这立干净 依然你说的根本就不对 你看这宝马很多糟糕的事情就要发生了 拜托 什么叫控量保价 如果你不能够正视和接受销量有一定的退坡 你怎么把这个价给保住 你光说它销量跌两成 你不看看它终端的价格适度的回收 对吧 你每个车平均单价三四十万 假如成本一台车是二十多万 快三十万 你每台车的边际毛利 可能就大几万块钱 你往上没涨两三万 看上去车价只增长个百分之三百分之五 你整个的经营利润改善百分之二十以上 那是不是能对抗百分之二十的销量下滑 这账有这么难算吗 当然了 我以前在车企业是做过两家不同公司的汽车产品经理 其实产品经理不光看产品 很大的一个能力是要看财务 虽然我们自己不去算财务的账 会有项目管理部财务部 他们把这玩意算清楚 但是产品经理 好的产品经理 一定永远心里是有根玄 那种一门心思把自己的产品搞得很强 最后让财务部很难做人 让研发部门疲于奔命的统治 他其实是只是顾自己不顾别人 总是这么干 这个公司实际上不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公司 我的第二个思考维度 就是让我们跳出车圈 看看圈外在发生什么 我最近经常跟周围的朋友分享 汽车行业你看久了以后 你约应该经常跳出汽车行业来思考 你孤立的去看车 其实很多时候看不到答案 我们来看这个世界 其他的行业在发生什么 大家看最近一个月的新闻 阿里巴巴说什么 他的淘宝天猫要退出价格战了 以过去追求规模 要导向追求这个经营的稳健和质量 抖音电商也改变了自己的KPI 不像过去那样极致的要卷低价 现在也是会变得更关注 其他的一些经营指标 总体的思路跟阿里巴巴没有本质区别 你再看看瑞幸咖啡 瑞幸咖啡之前卷了很久的低价 9块9 大家印象深刻吗 在我印象里 瑞幸前几年刚出道的时候 它的这个价格大概是星巴克的六成到七成左右 星巴克卖30块钱 它就能卖到20块钱 在中国的本土咖啡 它当时是一个中档偏高的这么一个形象定位 结果前两年的卷9块9 它卷9块9 当时的目的就是要清盘 要把一些前面的追兵 后面的来者都给扼杀于摇篮之中 实现这个行业集中度的提升 今年的卷 明年的卷是为了后年不卷 对吧 这个论调在我们汽车行业 今天是不是听着很熟悉 好 瑞幸咖啡现在说 它也不想那么卷了 为什么呢 卷了一圈没有效果呀 你不管瑞幸怎么卷 你9块9 那酷迪咖啡也9块9 那某某某咖啡也9块9 某某某某 我根本认不得那名字的咖啡也给你9块9 中国很大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企业 每个企业背后都有自己的支持者和势力 你想通过两三节价格战就把别人清空 这是根本就不懂中国国情的很幼稚的说法 纸上谈兵 阿里巴巴 字节跳动 瑞幸咖啡 这些都是在中国经营的非常成功 非常优秀的企业 他们的最高管理层 不是纽约人吧 不是慕尼黑人吧 不是东京人吧 他们的决策高层 都是中国人 都非常懂中国 都非常懂中国的消费市场 和中国这个社会 和中国今天所面对的情况 他们就差提空量保价了 但实质上不就是一回事吗 我们只站在今天孤立的去看 空量保价可能对大家来讲 是一个比较少见的概念 大家还不习惯 因为过去的十年 我们很少出现这样的概念 因为市场在过去十年 二十年三十年总是增长 我们已经习惯了规模决定论 我们习惯了增速决定论 但是你从现在这段时间往后看 空量保价极其同义词 恐怕会是中国社会越来越常见的一个名词 大家要习惯 不光宝马 我听说很多国际车企 现在实际上也正在商讨 可能后续会逐渐采用类似的策略 收缩对规模的不切实际的欲望 加大对自己经营稳健性的保护 降低全新的投资 保护产品的毛利 第三个维度 我们来谈谈价格 我们把房子的价格和车子的价格放在一起聊 我有一个看法 就中国房价是全球最高之一 而中国车价是全球最低之一 基本上可以去掉 先说房价 我最近几年去过美国 去过欧洲 去过日本 去过东南亚 不管去哪里 我都观察到一个现象 大家的房价有高有低 这是绝对值 但是如果你要论这个房子能产生的经济价值的投资回报率来讲 我们的房子是最贵的 你在上海一套几百万人民币的房子 一个月租金可能就几千块钱 回报率年化特别差 我当时在加州的圣地亚哥租了个公寓 好像每个月的这个房租折合人民币可能在两万左右 然后那房子当时如果我们买下来的话 也就三百多万 不到四百万人民币 就它的这个出租回报率相当的高 前段时间去了泰国 看泰国市中心的公寓 对吧 一套公寓一百万人民币 一百多万人民币 租金也能到可能四千多五千人民币一个月 就这个投资回报率确实跟咱们是不是差那么百分之几十啊 都是往百分之一百到两百到三百去差 所以我们的房子的价格很显然是被高估了 但是车价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我前段时间发了个节目 我发现很多人在评论区说像宝马 还有等等等等这些国际品卖在中国 包括特斯拉就订很高的价格 坑中国人 我觉得这个说法其实是受了过去的老黄历的印象 虽然它情有可原啊 实际上我在零几年是一个学生的时候 和刚入行的时候 我也会去比中美中欧的这个车价 客观来讲 即使在当时中国车不算在全球非常贵的 因为像印度啊 澳大利亚还有很多地方的车 其实会更贵 但是大家都喜欢挑低的比嘛 然后中国网友一比就比美国 美国是全球车价最低的地方 客观来讲当时在中国 无论是买大众帕萨特还是凯美瑞 还是买宝马三系五系 尤其是买超好车 比如日产的GT阿法拉利这些车 你都会比美国贵百分之几十 甚至这个超过百分之百 越贵会贵得越多 然后如果你跟欧洲比的话 也会比他们贵 只是贵的幅度没有美国那么大 但是十几年过去以后 今天的中国汽车市场已经面目全非了 我给大家一个数据 十年前大众高尔夫欧洲销量冠军车型 在欧洲的起步价我印象非常深 大概是1.7万欧元 手动的小排量自习 因为那时候我经常会研究大众 我在日产工作 今天它在欧洲市场的起步价是2.7万欧元 你看看十年前中国的一期大众高尔夫 当年人民币12万左右起步手动的 今天的大众高尔夫还是一家 跟十年前比 当年它是神车不怎么优惠 甚至偶尔还得加加价 现在它比十年前促销 那可要明显多了 所以欧洲的车价带大幅的上升 我们的车价还在明显的向下走 要是有哪个网友能指出 有一个市场 它的汽车整体性的比我们便宜 请在弹幕和评论区告诉我 不要拿个例来举例 你看美国的本田飞度 看它的丰田凯拉 看看它的丰田凯美瑞 看它走量的车型 和中国走量的车型的价格对比 你就会发现 中国现在事实上 我们的车价已经低于对方了 尤其我要提醒大家 最好拉平了配置做对比 因为欧美市场的起步配置 通常都比我们明显的要低 很多像刚轮毂 像这种没有天窗 像各种手动调节的座椅 很多时候在中国 都需要经过配置升级 才满足中国消费者的苛刻需求 有的人又会拿发动机排量举例 排量这边 中国政府有排量税 你懂不懂 美国车能动不动上个 2.5 3.0 3.5排量 是因为他们没有排量税 所以中国为什么发展出了 油车以1.5 1.6自息 为绝大多数主力 这是税的原因 不是因为我们的制造商 要坑大家 过去20年 如果说有什么东西 真正在地球上 击败了通货膨胀 答案不一定是工资 但一定可以有 中国制造的汽车 我现在为了坐电车 在世界各地的节目 我会去欧洲 去日本 去东南亚 各地跑 我每到一个地方 我基本都会发现 当地的汽车 我们忽略品牌 我们不管它是哪的品牌 我们就看车价 总体上 中国车市的车价 是非常低的 是最低的 我没有见过 比我们更高的 也许除了印尼 印尼是我见到的 真的车价 可能比我们还低点的 但是它的第一的原因 是因为这国家的人GDP 只有不到5000美金 比我们穷很多 所以他们买的一些车 你要放在中国的话 可能很多车的品质感 都是50红光 那个状态的 它是以 大家对车的 特殊的那种定位需求 换来了一个 绝对经济意义上的低价 这种低价 你要吗 你受得了吗 第四个维度 我想聊一下 低价背后 到底付出了什么代价 所有的东西 都是有代价的 中国现在车价低 背后是整个行业 无比的卷 工人很辛苦 工程师很辛苦 同时很多工人和工程师 找工作还挺困难的 因为现在有很多地方 实际上在做一些 这个减法 对吧 我最近两年 到很多的车企的 营销部门去开会 他们干的工作 其实就是前些年 我一直习惯的那种工作 我发现一个巨大的区别 就是我当年在 蔚来 在凯加和工作的时候 我觉得我也挺累的 尤其是在蔚来 是创业公司 对吧 但现在这些公司 有一个算一个 都比我当年强度更大 看完会我就走人了 出国划策 一起讨论完了 我就跑了 他们好像这工作 才刚开始 很多人下班的时候 走出办公室的时候 都是10点 11点 12点 还有的时候 11点 2点 十几年前 我刚入行的时候 汽车行业的工作节 都不是这样子的 当时还是比较遵守 这个劳动法的 相关规定的 我记得我十多年前 在广州市 华都区的郊外的 东风产的总部办公室 下班的时候 我经常能看到 天上的太阳 看到美丽的夕阳 然后我开着 我人生的第一台车 1.6自习的Tita 驶在这个郊区的公路上 我觉得人生 特别的美好 然后这种美好的场景 我怀疑 现在的大学应届生 入职的第一年 已经遇不到了 对吧 人生真的值得这样吗 很多人都特别支持 汽车行业卷 其实我看 他是支持汽车行业 遭低价车 让他买车的时候 价格便宜一点 如果我让他自己的人生 自己的工作 在我刚才说的 那个下了班以后 还能看到夕阳的状态 和下了班 就是晚上10点11点 然后疲惫的 在折腾回家 睡觉已经是凌晨一两点 这两种状态 他自己到底 愿意选择哪一种呢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做人何必太双标 一年多前 我在清华 去一个类似于EMBA的 一个商学的课程 那天我还是个小嘉宾 很多学员 都是这个行业里的精英骨干 当时在讨论互动的时候 有一个做供应链的高管 就站起来 站起来之后 还先问了一句 没人在录像 在拍照录音吧 确认以后呢 他就说 我是做供应商的啊 这个我反映一个问题 我们给各个车企供货 但如果我供货给那个特斯拉 或者说是类似于捷豹路虎啊 之类的一些外企的话 我这个生意还可以的 一做能做好多年 也比较稳定 然后也有利润 但如果我给这个 本土品牌供货 这很多人就觉得卷呢 是正常的市场自由竞争 怒斥我们这些未卷 感到遗憾和抱歉的人呢 说我们是这个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平时鼓吹自由市场经济 一到自由竞争的时候 自己一把露出来了 他们觉得本来就应该 让弱小的人离场 让强大的人活下来 然后最终呢 消费者买到强大的厂家 生产的好车 然后最后这些强大的厂家呢 在象征性的涨价 恢复一个比较良好的健康的经营 同时呢 由于它的规模比较好 所以通过规模去摊薄成本 别从消费者兜里多掏钱 你看他们的话书 一套一套的 逻辑完全闭环 一阵言辞 我完全都能背诵下来 我有两个建议给到这些朋友 第一是要阅读一下 中国汽车工业过去的历史 咱汽车工业不是最近 十年搞新能源才出来 之前已经有 四十年以上的历史了 这燃油车时代 行业集中度比较分散 有非常多的玩家 非常多的品牌 当年也激烈的价格战 你看以前这个 自如其卖的油车 对吧 七万八万就能买一台 当年你见过 哪一个稍微有点规模 有点名气的厂家 被别人给煎冰掉 被别人给打下雷台了 这样的案例不是完全没有 中泰是一个 南京汽车被上汽合并 也算一个 但总体来讲 案例屈指可数 减少的绝对没有新增的多 我们的真实的国情 真的能轻易的减少 汽车厂的数量吗 如果可以 这件事情 不用等现代员出手 油车时代的竞争 就给这个历史大事 给办成了 第二 就是你们说市场自由竞争 这个本身我是支持的 前提是 这是一个自由的市场 在一个经典的 自由的市场里边 企业家投资 来办车企 是为了挣钱 绝不是为了 让自己大出血 所以一旦竞争过于激烈 他们就会像宝马这样 选择放弃一定的内卷 控量 保价 保利润 对吧 你看别的行业一样 欧佩克石油组织 怎么搞出来的 就是因为在一个 真正的市场经济下 这些商人 他们要挣钱 他们要保护自己的利益 所以大家都会 有一定默契的去 控制自己的产销平衡 让这个供应和需求 尽量在一个比较 稳健 比较均衡的状态 但如果咱们这个市场 本身有各地的投资的这种冲动 有各地的GDP的需求 有各地的各种不标准 不对称的补贴 如果我们这个市场 本身是一个被各个环节 都被干预的市场 上面说的那套 逻辑闭环的事 压根就不存在 所有场都没有 你上哪踢足球 你现在场地是那场地 你才能在场地上踢游戏 你看美国汽车市场 全球最大 销售额来看 中国汽车市场 按台速来讲 全球最大 全球按照销售额来看 最大 利润最高的 那个美国市场 它有几个汽车城 我问大家 是不是就一个底特律 你看看咱们国家的现实 对吧 有多少个汽车城 我出生在湖北省实验室 湖北省实验室 就是中国诸多汽车城之一 此外还有 长春 沈阳 上海 北京 广州 武汉 深圳 重庆 杭州 我们特别缺一个 真正像底特律一样的城市 但我们特别不缺 想要成为底特律的城市 第五点 谈谈经销商 到底是 怕什么 有的人说 宝马不卷了 销量下来了 以后经销商就遭殃了 宝马的经销商以后 肯定会推出市场 这些人连基本的渠道流通行业 零售业 尤其是汽车零售业 到底是怎么玩都不知道 经销商怕的是你不卷吗 经销商怕的就是你太卷 太卷的企业 产能就会拉得很高 产能拉得很高以后 批发素就会很多 就会压库 压库以后 一旦你不好销 就会有库存的积压 库存一旦积压 就资金占款 几占现金流 然后每个月都有大量的金融成本 前几个月厂家会帮你做贴息 每名其约 你进货 不守你利息 但他只帮你贴三个月四个月 三个月之后 你就得自己付这些利息 如果你的库存非常高 每个月利息就是惊人的成本 大家算个简单的账 一个赛店 一个月卖100特车很正常 如果是宝马账的品牌 单车假设是40万 40万乘100台车 每个月就是4000万的 这个进货的货款 对吧 如果你的库存深度达到两个月 甚至去到了比较危险的三个月 你一个四三点 单店 你压的资金就上亿 然后每个月还有巨大的利息 经销商晚上根本就睡不着觉 所以为什么大家经常可以买到 优惠10万12万 这样20个点 30个点 40个点的这种车 这种车在市场上的出现 实际上就是因为 它供需已经失衡了 经销商的库存普遍已经超过两个月 两点五个月三个月了 这时候它就需要通过 非常高的折让来卖车 所以特别卷导致高产量 高产量导致很可能会高库存 然后高库存导致财务出现很大的问题 导致要打骨折卖车 这就是一个身上的蚂蚱 当然有的人会说了 我问贱 M9卖特别好 一个月月效果万 我产量非常高 旧热订单还排队 这些人犯了个以偏盖全的问题 你不能拿单一网红车型 来指代任何个品牌 你不能拿一个品牌 某个季度某两个季度 甚至某一年的良好表现 来当做它每一年都可以这样 我们看这个行业的历史 江山带有人才出 这个奔驰也做过神车 家家卖车 丰田也没少干这事 大众也没少干这事 宝马肯定也干过这事 各个品牌多少都搞出过一些爆款 但大家有没有见过那种 特别持续的爆款 有没有见过那种 特别持续的 全系热销的这个品牌 那还是非常非常非常罕见的事情 可是你经销商 你不是只卖一款爆款车 你为整个营销业绩负责 就算这品牌很网红 他开一千家经销商 把他的网红业绩一分散 依然能保证 个体的经销商 可能经营是很糟的 甚至是整体经营很糟 所以经销商怕的 从来都不是一个品牌 绝对的量高一点低一点 当然你特别低 低到要濒临退出市场 那他们是怕的 经销商最怕的就是 野蛮生长 这个拼命压酷的厂家 我跟经销商打了好多年的交道 非常了解他们 这个我们由于过去习惯了 对吧 整个社会是高速发展 经济高速发展 所以我们很多企业 就有个有趣的现象 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 他们定下个季度 下一年的产销计划的时候 是按乐观去定 形势不太好的时候 他们继续按照 比较乐观的方式去定 然后形势明明已经不好的时候 他们还会要求明年要增增长 这是我在非常多的企业真实看到的情况 这些情况经常让下游的经销商苦不堪言 有的人说消费者那得了便宜 消费者买到便宜车了 那只是这一年买新车的消费者 这一年的消费者得了便宜 往前的每一年 所有卖过他的老车的消费者 比如五年八年的这个庞大的包裹量 他们一起吃亏 因为他们车辆的残值 立刻就被摧毁了 所以一个品牌不是说价格特别高好 也不是说价格特别低好 其实最理想的经营状态是价格保持一个稳健稳定 这个其实对用户是最负责人的 既对老用户负责人 也对新用户负责人 新用户低价车 你买到了 你开心 你怎么能保证来年 他不再搁你一刀呢 第六个维度 跟大家聊聊营销理论 有一句话 高端品牌需要高定价 高定价打造高端品牌 这句话是一位马赛商学院的外籍教授 在上海较大的安泰金管学院讲课的时候 现场教给我的 那是1516年 当时凯迪亚克市场部 派我去参加上海通的一个经理人培训 其中这堂课 那个系列的培训价值都很高 但这堂课让我是受益肥浅 印象是格外的深刻 这个教师说奢侈品营销学和营销学不是一回事 他们是平行的学科 那为什么我印象这么深呢 首先我认为是因为我是一个中国长大的孩子 而他讲述的这个奢侈品营销学的这个理论呢 他所包括的这个文化思想和哲学内涵 是违背我的长期认知的和我的社会DNA有因的冲突 很多时候我们能学会一个知识一个道理 其实不是因为这知识这道理穿越了你的耳朵 进入你的大脑 不是这样 是因为你在自己的亲身生活和岁月实践当中 恰好跟这个知识偶遇甚至重逢 其实当年166年我听这课 我只是印象非常深刻 但我不能有把握 我完全消化理解了他 时隔多年之后 我才在后续的工作跟生活中 彻底的了解当年那个教授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必须承认啊 作为一个中国人啊 我相信很多人也是这样 我们受一句话的影响太深刻了 这句话叫薄利多销 是不是 大家是不是对这句话很熟悉 我们非常容易相信薄利多销的普世性 因为我们既接受薄 我们也追求多 所以合在一起 薄利多销 我们是欣然小纳 非常享受 但在欧洲有一群人啊 他们跟我们有不同的理念 那种理念让他们打造了 既不薄利 也不多销的玩意儿 LV啊 库奇啊 爱马仕啊 保时捷 劳斯莱斯啊 奔驰宝马 不都这么回事吗 现在奔驰宝马 保时捷在中国面对一个难题 就像中国古代讲 中小自古南两全 他们现在是亮剑南两全 保马已经公开选择 保住剑 稳住剑 量肥少一些 我看这奥迪亚奔驰啊 不管现在也没有跟进 包括保时捷 迟早都会跟进 他不一定会公开的说 那他大概率就会这么做 因为薄利多销这四个字 不符合这些品牌的长期定位 正因为定位不同 他们有他们的定位 我们有我们的定位 所以这个世界最后会诞生 不同理念的公司 不同定位的品牌 相得益彰 一起构成参次百态的 这个消费市场 这些请不吝点赞 并且另外一个人 优优独播